而且我在八百里秦川还发现了一个很诡异的现象 你知道吗 我们走在山上 我看一路的民宅 我说原来陕西也是灰派建筑 不是 领导演高的 你知道吗 我给你看两张照片 八百里秦川的房子 咱们导演可以出出那照片 你看 它就是两边山墙 全弄成这样 再看下面 这是灰派风格 为什么呢 你到处全弄成这样 我一下 我说是这风格吗 因为过去我听人说什么陕西几大怪 说他地方的房子什么房子半边盖 就是那样是他的房子 后来他说 这就是领导觉得好看 领导要搞混 还是旅游 就观瞻 让别人他觉得灰派 可能他的黄山去参观 印象很深 一路看到这样的地方 这样玩也容易 两边 你俩山墙 你看那的房子现在都是这样 对 我说这将来外国人就真的弄糊涂了 是吧 对